因為ECFA本身是一個 兩岸之間的自由貿易的協議 因為大概有幾十年前 我們那個時候要跟日本談說 要跟日本簽自由貿易協定 日本官方有一個公告 有一個公佈說 自由貿易協定是戰略夥伴 戰略夥伴的意思 戰略夥伴在外交上 就是有政治性的意義 在那個地方 那日本基於政治上的理由 不會跟台灣簽自由貿易協定 這個幾十年前 日本政府就已經講得很清楚 所以今天在看ECFA本身 它本身就已經有一個政治意涵 那這個政治意涵就是說 ECFA代表了兩岸之間的經貿關係 這個經貿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有經貿關係的 正常化在那個地方 所以才能夠維持兩岸之間 經貿的這樣子的一個 順暢的自由往來 實際上兩岸之間 會發生經貿方面的糾紛 主要大概是在去年 我們看就是先有漁產品 還有一些農產品 就是說大陸採取了一些 有關的相關的規定 然後有一些關稅禁止進口等等的 暫時進口的這樣子的一個行動 包括鳳梨 斯嘉這些 然後今年的話就換到工業產品這邊來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 就是代表了就是說 ECFA本身 大家為什麼這麼重視 不是只去看說 這個ECFA免關稅的項目是 台灣只有539項 539項呢 如果按照去年我們看 539項大概我們出口到大陸 大陸是205億美金左右 那205億美金呢 佔了我們出口到大陸的 16.9% 這個數目值其實也是不小 其實也是不小 但是這種絕對值以外啊 要注意的是 這個ECFA代表了 兩岸經貿關心的一個 壓倉石在那個地方 壓倉石就是穩住了 兩岸經貿的正常往來 但是你如果今天把ECFA 除了早收清單這個部分以外 你把ECFA終止了以後啊 那麼這個兩岸之間的 經貿關係啊 那就是會發生天大地大的事情 因為它代表兩岸經貿關係 會發生改變 然後兩岸經貿關係發生改變 會連帶影響到台灣的 加入CPTPP跟RCEP RCEP當然是現在的政府 根本連看都不看的 我們在努力要加入CPTPP 這CPTPP也等於緬談啦 因為有大陸在後面呢 那些 大陸也在申請當中嗎 申請當中 但是呢在CPTPP裡面呢 很多東南亞的國家呢 其實都是大陸的盟友 所以他們顧慮到大陸的反應啊 這些東南亞的國家 基本上不會 同意台灣加入CPTPP的 因為台灣要加入CPTPP呢 必須要得到這些會員國家的 完全的同意才可以 不可以有反對的意見 不可以一個有反對的 我們叫Reach consensus 大家都要有共識 變成那個樣子 所以呢今天這個ECFA呢 其實不容大家小看它 因為它不只是 絕對值的數目字 它是代表了兩岸之間的 經貿關係的往來 因為你看看我們出口到大陸 佔了台灣出口的最高的時候 百分之四十二左右 那今年呢等於是一到九月啊 大概還有百分之三十五點五 等於大陸佔了台灣出口的 百分之三十五點五 那這個兩岸之間的 經貿關係一發生改變 這個貿易方面發生改變的話呢 會影響台灣整個的一個 經濟的成長 因為這個出口是台灣經濟成長 最主要的一個支柱 然後這個出口又會帶動 台灣的投資 投資又是帶動經濟成長的 另外一個支柱 所以等於兩岸之間的關係呢 會影響到這個 整個台灣的經濟的成長 所以這個是不容小看它的 的確我們從這個早收清單裡面啊 可以看到前三大出口 我們台灣的產業到中國大陸 包含就是像紡織嘛 還有石化以及機械 這三個來講 它算是出口的前三名 那為什麼剛剛部長會一直講說 ECFA不能廢的原因 是因為它代表著兩岸的關係 萬一真的全面性的廢止 不是只有早收清單而有 而是整個ECFA廢止的話 其實就告訴國際上面 各國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跟中國大陸之間 已經沒有一個經貿方面 溝通的橋樑了 那我們現在不管是想要加入CPTPP 由日本主導的一個經貿組織 又或者是由中國大陸所主導 以及東協這十國加起來 還有包含日韓以及紐西蘭 還有澳洲耶 那台灣都不在這些的經貿組織裡面 你說如果ECFA全面性的廢止 或許大家對於產業界的影響程度 有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說法 每個人拿出不同的數據 可以用不同的解讀 可是這個對於台灣 想要再加入其他的一些 國際經貿組織是蠻不利的 所以您才一直認為 第一個也呼籲中國大陸的官方 他們應該要來慎思一下這個問題 也就是不能說一刀切 切完之後 它其實是一個雙面刃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對於台灣來講 其實我們不想要加入RCEP 我也覺得我們 簡單來說 可以算是挺有骨氣的啦 但是這個骨氣 能夠為我們的產業界 帶來什麼效益嗎 對 這個我分兩方面來說 先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初我們是2010年6月29號 2010年6月29號跟大陸簽署 這個ECFA 結果一簽了之後 你看看 誰第一個來跟我們表示 要來跟我們簽這個自由貿易協定 就是紐西蘭嘛 紐西蘭是第一個承認 大陸是市場經濟的國家 就在WTO裡面 第一個承認大陸是市場經濟的國家 是紐西蘭 所以紐西蘭跟大陸的關係 是非常好的 那個時候 所以紐西蘭第一個來跟我們 所以我們才跟紐西蘭 簽了一個所謂的經濟合作的協定 就自由貿易協定一樣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跟新加坡 那為什麼呢 他們要來跟我們簽呢 就是因為他看到兩岸之間 有一個ECFA 這表示說兩岸之間的經貿關係 已經邁入到一個正常化的 一個路上去努力 再走了 所以他們就來了 而那個時候呢 我們經濟部內部 還有跟幾個國家 還在進行可行性方面的研究 這也就是說要談判之前的準備工作 大概是這樣子 結果後來政黨輪替了 所有統統都停擺了 我們也沒有跟紐西蘭 也沒有跟新加坡了 有 我們現在還維持 只是那個協議目前還維持住啦 但是呢 你一旦如果說 今天兩岸之間的 連ECFA都破滅了 那麼大家就看得出來說 兩岸之間的經貿關係 可能會生變 甚至連兩岸之間的 政治關係都會生變 所以大家都會有一個警惕 誰願意支持你 去加入國際經貿組織 台灣出口到RCEP的國家 出口到CPTPP的國家 都要課關稅 都要課關稅 那台灣的競爭力就比較差 這是第一個現象我們要看的 第二個今天在美國的 政治的壓力之下 全世界的供應鏈就在變動 那台灣的企業呢 就變成要把生產的基地 都放到東南亞 放到墨西哥這些國家去 當我們的產業外移到 就是說比方講 原來在中國大陸 組裝電腦 手機這些 移到了東南亞去的時候 原來它在大陸呢 供應鏈可以從台灣供應過去 但是它移到東南亞的話呢 我們的零組件進去 要被課關稅 變成我們沒有競爭力嘛 所以你是變成整個供應鏈 也要跟著你的終端產品 在那邊組裝呢 我們也跟著移出去 它變成沒有 你的對外的投資 沒有帶動貿易的成長的機會嘛 因為我們的零組件 運過去的話要被課關稅 可是當地生產呢 或者是說 這個RCEP的國家生產呢 它是免關稅的 所以呢等於是說 整個產業鏈通通都會外移啊 我舉個例子來講 今天印刷電路版的業者 台灣印刷電路版的業者 就是被美國的AIT 這是他們業界的反應 他們業界講就是 美國在台協會嘛 AIT嘛 就是說壓著他們要到 東南亞出去嘛 那你印刷電路版業者出去的話 那麼印刷電路版的相關產業 也要跟著移出去啊 為什麼 因為它如果從台灣出口到 比如說 比方講泰國 它要被課關稅啦 它要被課關稅啦 對 所以呢我們的產業 就跟著移出去嘛 那這種情況 如果是原來在大陸的話 我們出口到大陸去的話 原來有一些免關稅了 我們就有想要有競爭的優勢啊 變成有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今天就是說 因為兩岸之間有個ECFA 所以我們還維持著說 有一個期待說 將來是不是也能夠跟個別的國家 先簽個雙邊的自由貿易的協定 然後等到數量夠了 我們再加入到像RCEP 加入到CPTPP裡面去 這個叫堆積木啦 就先跟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簽自由貿易協定 等到數量達到了一定的程度 我們就可以得到大多數的支持了 我們就可以獲得全部的同意 讓我們進入到這個RCEP也好 或者是說CPTPP也好 那這樣子讓臺灣的產業 可以有一個生存的空間 在那個地方嘛 可是今天如果說今天把那個ECFA 通通都把它拿來 當作一個待罪的羔羊的話 那麼可能這個事情就會 蠻嚴重的一個狀態啦 其實有很多的學者他們說啊 因為以我們經濟部的說法啦 是覺得不管是這個 大陸的貿易壁壘調查也好 或者是ECFA早收清單要收也好 我覺得我們經濟部的態度 感覺上是沒有想要站在一個 比較友善或者是積極處理的角度 來去跟中國大陸談 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其實在第一時間啊 很多的學者 包含像是部長 他也有接受平面媒體的訪問嘛 就是說這個ECFA 如果貿然的就這樣子終止的話 其實傷的會是我們的傳統產業 還有中小企業 那經濟部是怎麼樣回應的呢 經濟部是說早收貨品裡面 台灣對中國大陸的這個出口的比重 已經從過去的26% 剛剛部長有給了一個最新的數字 是降到了去年的16% 他認為這個就凸顯了台灣的廠商 對於中國大陸的這個出口 並沒有這麼高的一個依存度 但真的是如此嗎 因為包含像是台經院的專家所長 吳孟道他也說 他說這個根本就不是因為 台灣不想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而是在整個政治氛圍之下 現在有很多的地緣政治風險 然後美中也有貿易戰 科技戰等等的 所以呢很多的產業 他原本在中國大陸做生意 可是他可能也要跟美方那邊做生意啊 那如果美國持續的來 制裁中國大陸的話 他不得不把這個廠 可能搬到東南亞 或是其他像越南一些國家等等的話 他比較好跟美國這邊來進行一些 相關的貿易 他是因為美中科技戰的關係 而並不是說他不想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他不得不的一個決定 所以這個數字才往下掉 這個數字有些人解讀有一點問題 因為實際上如果我們拿2009年 就是那個時候在談判 跟大陸談ECFA談判 跟大陸談ECFA談判 是2009年的2月正式開始啟動 那個時候2009年呢 我們後來539項免關稅呢 出口到中國大陸是多少呢 是130幾億美金 130幾億美金 到了去年是多少呢 205億美金 增加了 所以他是有增加的啊 不是減少啊 而且當初我們算過 當初539項130幾億美金 佔了我們出口到大陸是16% 那去年呢 我們出口到大陸205億美金 是佔了出口到大陸的16.9% 所以還是維持在16啊 所以並沒有說 我們這個539項免關稅的部分 好像佔出口到中國大陸的比重 好像已經越來越不重要了 我覺得這個事情呢 可能大家要有一個理解 不要以而傳而 因為實際上你從數字會講話嘛 因為國貿局自己算出來了 去年是205億啊 205億佔我們 對大陸出口大概就是16.9% 大概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比重沒有減少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數目字可能 大家要有一個理解 第二個你談到有關官方的反應 官方的反應啊 基本上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大陸要採取制裁的措施的話呢 我們要到WTO去 去申訴 可是這些是騙老百姓的 因為據瞭解沒有申訴啊 因為WTO的上訴機構已經停擺了 被美國人把他搞丟了 因為WTO的上訴機構 本來有七位的法官在那個地方 結果呢一個一個去掉以後呢 美國呢因為美國是WTO 財務上支持最大的國家 結果呢他就砍他預算 那砍他預算呢就是不准呢 他那個法官能夠再回復到 那麼多人進去 所以到最後呢法官只剩下一勾 所以整個上訴機構 根本就停擺 沒有辦法運作了嘛 所以你去上訴的話 那根本就是講空話嘛 這是第一個問 第二個他說我們要分散市場 分散市場到哪裡 新南向嘛 對 東南亞 新南向啊 可是新南向你知道嗎 我們看啊 2015年的時候啊 2015年新南向18個國家 占台灣出口的比重 台灣整個出口的比重呢 我算了一下 大概是多少呢 百分之21 好 大家先記得這數 百分之21 2015年這個蔡政府執政啊 2015年的時候 我們出口到新南向18個國家 占台灣總出口的比重是 是21.1 2016 2015 開蔡英文執政 2015年 因為算到馬英九執政嘛 2016開始是蔡英文嘛 所以2015年的時候啊 台灣出口到新南向18個國家 占整個台灣出口是21.1 到去年是多少 去年是降到20.3 並沒有增加嘛 減少啦 那進口呢 2015年的時候啊 18個國家佔我們台灣 總進口是多少呢 16.2 到了去年是多少呢 去年是19.5 也就是說出口所佔的比重減少 進口所佔的比重增加 對 所以貿易順差呢 原來2015年的時候 我們跟新南向18個國家的貿易順差 是221億美金啊 221億美金啊 221億美金 到了去年是多少呢 135億美金啊 135啊 就也凸顯了這個百分比嗎 你沒有新南向政策還好啊 有了新南向政策 對 反而貿易順差就減少了 減少了 今天還要說要分散市場 這個更顯示出來說 台灣要加入 RCEP的重要性嘛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辦法出口免關稅嘛 對 所以你的競爭力就比較差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基本上啊 這個官員講這些話 都是在騙老百姓啊 因為第一個理由說要到 WTO去申訴 第二個理由說要分散市場 分散到哪裡去 也不告訴大家 一直在強調的就是新南向 可是新南向六年實行下來呢 這個出口所佔的比重沒增加 反而越來越萎縮 進口所佔的比重是越來越大 就變成有這樣子的情況啊 所以貿易順差就一直減少啊 這個我都看不出來說 這個叫做因應的方法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織菌種 益生菌 所阻隔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夠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配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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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 10 10 10 8